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录音套装里边 就这么直接的两个大盒子就装在一起 然后外边套了一个盒子的录音套装 贝亚东利家非常非常的实在 不给你俩玩许的 录音套装就是录音套装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萧然 今天的话我要给你开箱一套专位有声书 或者是个人录音准备的一站式的录音套装 就正如你所见的这样子 来自于贝亚东利的Creator24 Mobile Recording Bundle 移动录音套装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还送了Cubase的软件 里边包含了有监天耳机一个 还有USB麦克风一个 还有包含Cubase录音软件一个 耳机包含的是经典型号DT240 Pro 它是一款头戴式的监天耳机 全封闭式的 USB麦克风采用了贝亚东利家的Fox 一款非常非常经典型号的USB麦克风 同时也赠送了我们软件 这边是它的相关的信息 耳机的话是DT240 Pro 非常经典的一款头戴式的监天耳机 然后呢这边的话 偏向范围在这边 耳机的类型呢 是封闭式的监天耳机 满足我们专业的需求使用 然后足抗的话 3N4O 随便什么东西都能够推得动 比如说你像平板啊 或者是一些手机啊 都能够推得动的 3N4O的入门耳机 麦风的话 采用了贝亚东利家的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USB麦克风 型号叫做Fox 然后偏向范围的话是20到2万 然后类型的话是采用了电容麦 然后指向性的话是新型的指向性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就打开就看一下啊 这么有意思的吗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 这么好玩的 我去 耳机和麦克风就这么 就这么装过来了 我去 太赤裸了 一点不给那俩玩虚的 就是一个欢迎你去使用的一个纸 然后这边的话有 你可以去哪去进行相关的注册 然后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款套装的话 也可以非常适合去进行弹唱 也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录音套装里边 就这么直接的两个大盒子就装在一起 然后外边套了一个盒子的录音套装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贝亚东利家非常非常的实在 不给你俩玩虚的录音套装 就是录音套装 这是他的耳机啊 DT240 Pro 贝亚东利家的非常经典的录音的耳机型号 就是一个小耳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30多欧啊 满足我们平板或者是手机等推动 然后头戴式的一个封闭式的监铁耳机 这边的话有他的相关的信息 类型是普通的这种圈铁式的耳机 封闭式的监铁耳机 然后平板范围在从5到355的一个赫兹 然后足抗的话是34欧的 最大生涯级到了119dB 标称深压级99dB 这边的话功率的话是100毫瓦 然后重量的话是196克 整体的话就是一个入门耳机的一个标准的啊 这就是他外观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麦克风 麦克风的话采用了贝亚东利家的FOX USB麦克风 我们可以看到这款麦克风的话 有一键静音的按键 静音的按键啊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一会儿拆一下 先来拆一下耳机 然后拿出里边的耳机 耳机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非常的专业的外观啊 一看就是专业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边的话 它还贴心的绑来扎在防止运输的过程当中 发生震动 耳机终于拆出来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是一个皮质的这种耳套 整体的外观是这样的啊 一个小耳机 它不是这种大耳的设计 但是整个头带的头梁是金属的 可以看到 整个的这个做工细节 还是细节满满的 这边的话有它的序列号 拉伸的这种手感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这边的话是有一定的弹性的 整个头称的材质应该是金属的材质 好我们先放到一边 这是我们的耳机带一个断面式的这种耳机带 这是它的耳机线 耳机线的材质的话是这种弹簧线 虽然说也是一款入门式的监听耳机啊 它的耳机的这种材质的话依然是这种弹簧线 我觉得这是入门耳机里边也是难能可贵的一个 送你了一个额外的耳机转接头 不过这个耳机转接头是这样子的 带内罗文扣的 这也说很多特别便宜的耳机都不爱做的 这边的话是有内罗文扣的 你可以看到 麦封的话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像书一样的腰风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棒 我挺喜欢的 这边有它的相关信息还有注册的网址啊 就什么一个宣传画册 英文的说明书 麦克风的防喷罩啊 非常非常的可爱 一个Y字形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它的底座 一个塑料的小底盘 麦封非常非常的沉啊 有点压手了 整体的这个外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这边的话 这款麦克风提供了两档的增益切换开关 左边是嗨代表的是音量大 右边的是漏代表的是音量小 这边是它的USB的接口的位置 这边是它的静音按键 一键就可以静音 这边的话是它的音量代表的是 今天耳机听到的音量 左边对小右边对大 这边的话是一个混合的一个开关 这边倾向于就是你直接自己听到你自己说话的声音 这边是听到的是我们电脑或者是平板上面播放的这个声音 耳机接口啊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录音室的一个套装 整体的话做工细节还是细节满满的 你也可以看到啊 整个的话麦峰管体为金属材质 整个重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压寿 并不像是一个很廉价的东西啊 这边的按键手感也是不是像那种便宜的麦峰嘎嘎嘎嘎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个设计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啊 我们剩下的内容给大家上机来听一下音质 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202年的8月28日的9点16分啊 现在的话给你使用的就是这个麦克风 随便的话给你读一段文章给你听一下声音 再别康乔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燕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轻性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啊 也就是这样的声音 同时呢 这个败亚动力的Fox的麦克风态是支持 我们的手机虚情是使用的 然后正如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现在的话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软件呢 它就能够识别到我的这只外接的麦克风 然后你现在听到的声音 也就是来源于这个 波亚动力的Fox的麦克风连接的手机 123123 text12 text12 这里是萧然正在用这个麦克风来跟你说话 声音就是这样的声音 然后你也可以去进行去用手机去进行使用 非常的方便好用 这款套装里边带的耳机是DT240 Pro 这也是拜亚动力家专业品质的监听 声音清晰温暖 是比较适合现代音乐风格 还有人声的监听的34欧姆的低阻抗 再也不用担心高阻抗耳机推不动这种问题了 封闭的耳机设计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录音时候的声音泄露 可以更换式的皮质的耳罩 更换是比较方便的 这款耳机的话便携轻巧 比起一些大尺寸的耳机 随身携带也是比较方便的 出接也好看 你就是拿这个直接带头声听歌的话 也是比较好看的 在有胭脂的前提下的话 也更保证了颜值 对于使用场景下的建议的话 建议优先选择以录制人生为主的情况 比如说有成书案 家庭录音等个人用户的使用场景 这是录音套装一站式的录音设备 到手的话即可使用 Fox的话筒的话 音色是比较出众的 使用也比较简单方便 你不需要那么过多的复杂的设置 手机电脑平板的话 都可以去使用的 新型指向可屏蔽 外界一定的噪音 麦克风有赠送金属的防噴网 这也是同价格区间的USB话筒也没有的 DT240 Pro的耳机的话 型号是比较经典 也是败亚动力家的比较代表的制作 声音比较温暖 结构的话也是比较好用的 适合出接便携轻巧 你就想你就往包里头一扔 甚至你都可以到户外去进行录制一些相关的音效 如果你是音效从业者的话 不像有的录音室的监天耳机的话 少大黑粗 整体的套装的话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 反正我能想到的有一个使用场景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选择的 就是你去拿这个用手机去进行录制音效 然后我们直接到户外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不需要那么多的复杂的设置 也不需要带什么录音笔 直接怼手机上就可以去进行使用了 比较方便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恩你的收看 拜拜